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 相信有许多人已经开始伤脑筋 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享用圣诞大餐呢 不过每一年吃牛排之类的西式餐点 是不是觉得有点腻又没有创意呢 在新北市巴里区就有一家景观餐厅 突发奇想推出了充满台湾味的 双人羊肉炉的圣诞大餐哦 希望用热腾腾的羊肉炉 来让过圣诞节的民众都能够吃得过瘾 也吃得暖呼呼 随着圣诞节的脚步逼近 越来越能够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相信许多人已经开始在伤脑筋 要到哪儿吃圣诞大餐 有别于西式套餐 在新北市巴里区一家景观餐厅 今年特别推出了双人羊肉炉套餐 餐厅业者表示 由于今年的天气特别寒冷 所以希望透过这锅羊肉炉 让来享用圣诞大餐的民众 都能够补冬又暖身 里面的羊肉我们是用羊稀 就是整根的羊稀骨头 为什么会选用这个呢 因为它里面有很丰富的胶脂 也有骨髓 其实它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羊肉很补 可是它的胆固醇并不高 油脂成分也不高 所以很适合在节令的时候来做进步 选用大块带骨的澳洲羊稀 加入中药炖煮肉质鲜嫩汤头浓郁 如此有台湾味的圣诞大餐 两人吃上一锅 不仅吃得过瘾也吃得暖乎乎 而考量到消费者的口味选择 餐厅也提供单人套餐 包括了雪白姑姑猪肉意大利面 德式猪脚以及炭烤猪肋排 除了主餐的霸气分量 还配有餐前水蜜桃酒 养生古物面包 蔬食沙拉 柚子起司蛋糕等等相当的丰富 德国猪脚 它是用烤的 全身用烤的 不是用油炸的 所以它不会油腻 德国猪脚的单人套餐 然后还有芥末猪肋排的单人套餐 那另外我们也有针对比较小知足的 单价比较低的 就是我们的意大利面 它是白酱的姑姑意大利面 这样子它也是整套的套餐 丰盛的圣诞大餐 让节庆的气氛更加浓厚 如果吃腻了牛排 这类的西式餐点 在寒冷的圣诞夜中 不妨来一锅热腾腾的羊肉炉 反倒是不错的选择 两人共锅来个台式圣诞大餐 不仅浪漫还格外的温暖 记者杨邦耀 周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